好,我们100克的肉碎呢,加入适量的盐 调味料 胡椒粉 一茶匙的葱头油 100克的虾仁 加入适量的米酒 盐 调味料 玉米粉 然后我们均匀搅拌它,让它盐制哦 我们四粒鸡蛋打成蛋液 加一汤匙的生抽 然后均匀搅拌 也备用哦 炒热油 爆香一粒的大葱 对 可以把大葱炒香哦 可以把大葱炒香 一粒大葱啊,大葱 看到吗?它是有点 切成片状呢,炒起来是有点带丝的 好,我们把刚才调味好的100克肉碎呢 下锅炒香 好,我们把这个食材呢,先炒香起来 可以加啊 然后这个是葱丝 然后呢,把炒香好的食材呢 炒香好的食材呢 我们全部加入呢 刚才已经打好的四粒鸡蛋里面 好,我们把炒香好的食材呢 好,我们把炒香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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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 小心烫啊 哇,颜色很美啊 这个颜色好漂亮 好香 它的那个锅器哦 它该会到我刚才嗅的时候 有香香的那个味道 哇,你们下次可以这样子反弹 我不要太大会糟焦 等下还没有关系焦掉 来,等下等下 一二三 嘿 这个锅翻很快哦 而且我发现到 Alice每次会帮你配音一下 一二三 嘿 好,翻好了 好香哦 这个 今天的 芙蓉蛋 完成